這個Hospital或Library 第三個Approach是Income Approach Income Approach 顧名思義 就是有收入的 有收入其實是有租收入 Income Approach 第二個名字是Cap Approach Cap 即是Capitalization Approach 你見不見 其實三個Approach 都是每個Approach有兩個名字 Income Approach和Cap Approach 其實就是一個方法來搞定 就是Income 除Cap 等於Value 其實我認為最容易是這個 Income 是二年 假設有一間酒店 它是收入的 一間酒店是一百萬的 一年 所以大概是十 即是0.10 所以它是一千萬 Value 不是一百萬 就是一千萬 就是這樣計算 至於其他 再深一點的字 例如說 如果它是有很多間酒店 我就將這些數字 將所有的Income 一間酒店都... 現在再說一次 在Hilton 集團 它有五十間酒店 如果它是不同地區的 但是它不是了 Band in Investment 是Cap Approach 是怎樣呢 就是五十間酒店 全部的Income 一次過 一瓦束 全部都是加州的 加州大家的Rate 總之在外面找些數字出來 0.10 於是就說 它的價值 全集團都是這麼多錢 就是這個意思 Band in Investment 應該不會考 但我們Multiple Choice 答案看到 大致上 原來是這些 就行了 有Income的 才是 有租收的 才是 我現在和大家玩玩 Residential是甚麼Approach Market 對 Market又叫甚麼Approach Comparison 好了 阿明不要回答 因縣是甚麼Approach Cost Germany不要回答 如果有租收的是甚麼Approach 你們兩個 有租收的是甚麼Approach Income 對 好了 現在最後 Jenny老華 Jenny